今天就分享一个主题叫真智慧 因此以来大家会觉得自己也必有私慧 通过今天的分享你看一看你是否拥有的是真智慧 穿过旁边你如果不是真的就是什么 因为肯定只有两个选择 你如果不是真的你告诉你是假的 这假是怎么样 赶快打假 你自己把自己的假变成真了 所以赶快改过来 首先什么是真智慧 我们在佛经上看 他提到了真智慧是圣人才具有的智慧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想成神 你必须把自己的假智慧变成真智慧 假智慧是凡夫的智慧 真智慧是圣人的智慧 我们修行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成神 成神在我们的印度系统 佛教系统叫成菩萨 成佛 在中国成神仙 成金仙 在西方就叫先知 在伊斯兰教的西方也叫先知 先知是什么 他超越我们凡夫的 所以圣人跟我们凡夫的差距 就是他拥有一种智慧叫真智慧 凡夫的我们叫凡夫俗子 使用的都是假智慧 假智慧我们自以为是智慧 实际上它是假的 所以我们历来就叫求真 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要求真 然后求到真以后要修真 最后是成真 你自己不想真 所以历来在佛教中还有一个宗太叫真言咒 真言咒 真言咒 今天很多时候把它叫成一个什么 说是一个念咒的 念咒语的都属于真言咒 实际上真言咒真正的最高的层次 不是你念别人的咒语 你说什么就变成什么 叫真言 所以所有成道的祖师爷们 他都有自己的真言 你看在藏密 宗科巴大师有自己的真言 梁华生大师有自己的真言 叫新咒 他自己的新咒 所以在中国古代也是说真言就是什么 真言就是咒语 你说你要听下语它就下语 你要天晴它就晴 你要鬼驯服它就驯服 这个就叫真言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你必须拥有的是真智慧 首先真智慧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 最后发现真智慧 真智慧和假智慧的区别就是 真智慧你会心想事成 你想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 假智慧是什么 空想主义 就是你想它成不了 它的差别就是这样 比方说你想人生顺利它不顺利 真智慧是你想人生顺利它就顺利 那怎么做到呢 所以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智慧体系中 不是光是你的意识 它同时连带了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状态里面当然就是说我们心想事成 是其中的一个意识境界 那么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意识这个系统中 那么它到底是怎样来分出次第 分出级别的 那么你比方说你想赚钱 想来财富 那么你必须要有财富啊 那就想成了 对不对 你想了半天它不来 不来就是没有想成 所以这个财富也好 你的事业也好 它是物质的 你如果今天你赚了五十块钱 是真真实实的五十块钱在你手上 今年你赚了一栋房子 那个房子就在你手上 所以要想心想事成 那么你一定要引动一个物质的变化 物质的变化 所以你想钱它就来钱 你想你的公司做大它就做大 都是在物质上 它是个实的 老子说拒起死不拒起虚 所以你修行的成就是否真正走对路了 还是走错路了 那就看你 你求顺利它顺利不顺利 求财富有没有财富来 求没病有没有病消失 所以一定要求真实 真实的 在物质层面一定是真实的反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